MING PAO TORONTO 有研究說 食物的指示方式會影響大家的食慾 手機先吃 大廚將會走訪香港的人氣餐廳試吃 再親自炮製打卡美食 跟大家上一堂視覺藝術科 Leanna,你吃包肥 會,等你帶我吃好東西吧 厲害 連我這麼有限度的潮州話 你也聽得到 今天我帶你去吃潮州菜 潮州菜?那有雙組嗎 雙組當然有 還有其他好吃的食物 不如快點去吧 好,很餓,走… 好,可以吃 我只能吃 好 好,我有這個 這個就是獅頭鵝嗎 對,這個就是獅頭鵝 獅頭鵝其實是鵝王 頂級的頸部會大一點 而且肉質有肥味、又滑一點 怎樣?即是鵝王,對嗎 很好吃,有鵝肉的香味 而且有很多肉,很滑 我先嘗嘗這個乾 要蘸它這個… 我聽說這道辣椒醬是秘製的 會是 而且我們吃潮州的滷水 通常有幾種食材 例如飛頭鵝的鵝背肉、鵝肝、鵝腸 另外還有其他配合 例如現在有墊底 有滷水的豆腐、其他配合 這就是傳統潮州的滷水瓶盤 例如你吃的那個鵝肝 不知道你會否吃到滷水汁 是那個香味 很入味 因為其實滷水是中國傳統的烹調 是其中一個技巧 對 它會用很多不同的香料 當然了,這間餐廳 是秘製、絲焗的 當然不會告訴你 但你寫出其實這個滷水汁 是很好吃的 對,而且剛才我這個乾 咬了一口很滑,入口即溶 我又想說 其實潮州菜有一個特色 你不停在變 有不同的煎醬 這也是潮州菜的其中一個特色 還有醋 即使你提到辣椒油 這個甜酸,我們配搭甚麼 這個,雙組 你最喜歡吃的吧 好吧 我們有蝦棗和蟹棗 是 你知蝦棗和蟹棗分別嗎 一個是有蝦,一個是有蟹 除了呢 現在這個就是蟹棗 右身邊的是蝦棗 別看得好像很簡單 其實做蝦棗有很多工序 拆殼,然後挑腸 又要搓蝦,再冷藏 過程有很多 而且蝦棗通常會放一點豬肉 和馬蹄 蟹棗和蟹棗也不同 為何蟹棗的形狀和蝦棗有一點不同 不知道 因為蟹肉本身沒有這個膠 所以處理方法就是蒸熟、拆肉 然後把蝦棗拌在蝦膠上 再用褲皮包著 然後冷藏到定型 再切出來炸,是否很多工序 對,真是心機東西 所以是心機菜,不如你吃蝦吧 好 褲皮很脆 因為蟹肉不太喜歡只吃蟹肉 因為我覺得很散 加了一點蝦膠 口感很有層次 對,我想試試蝦棗 不如你先夾蝦棗試試看 剛才我說的蝦棗跟蟹棗的分別 就是蝦棗有一點豬肉 因為蝦棗跟蝦膠的分別 蝦棗跟蝦膠配合 可以… 應該很配合 對,可以平衡到口感 因為蝦棗很爽 蝦膠會有一點… 可能像彈牙一樣 很好吃 蝦膠,剛才說的,夠彈牙 然後又吃到蝦的爽脆 又甜甜的 而且蝦棗的形狀 以我所知,其實有團團圓圓的意思 對,大慈大傑 在潮州裡,他們都會做蝦棗 以為一家團團圓圓,開開心心 然後就是這個線 線在潮州菜裡經常都會出現 而這就是很特別的菜式 叫煤汁線頭 我看到這個形狀也挺特別 好像菠蘿一樣 對,為何會這樣做 因為它切成菠蘿形狀 炸的時候更容易吸收到醬汁 而且其實處理線也不太容易 第一,你吃下去 會有一層泥味嗎 應該沒有了 沒有,完全沒有 這是白線 會較為多散 很多時候要用熱水先搓一搓 熱水溫度也挺高 要70度 但加上膏後會變得太熟了 太熟了 第二,要加生粉和鹽去洗 所以現在我們吃下去看看 它沒有靈味 而且梅汁很開胃 梅汁是自製的醬汁、秘製的 我剛才說過,在醬油菜裡 都會有鹽去吃 很多時候我們會吃的 稱為青凳白鹽 今天這個比較特別 這個給你看 這個… 你喜歡這塊是甚麼 荷葉 對,這就是荷葉 這就是手工荷包鹽 手工? 即是心機菜 對,Lian拿出碟子 先把它拆開 好 我已經拆開了,很漂亮 要先打個卡 我幫你們再做一件事 好 我們淋上湯 好 準備好後 我又來了,好嗎 好… 準備好了嗎 1、2、3… 好了,上機再吃,完成了 是否我可以吃了 可以 我喜歡 其實我們嘗嘗 吃下去,這是鹹鹽 看看它會否有少許 荷葉的香味和其他味道 好 我想它不僅是荷葉的味道 因為它是用鹹酸菜鹽 然後再加金華火腿 然後熬高湯 再用它燉 沒錯 而且鹹酸菜… 現在我吃下去的味道 我們有點像胡椒豬肚湯 還有一件事 你不能太早放鹽 如果你太早放鹽 你煮出來 你的線就會破壞 會容易散 對,你看看 今天我這樣… 對,整塊夾起也沒問題 現在我們已經吃光了 但我們是一條骨 都沒有脫出來 對 對,真是膽膽肉 好了,Leanne,接著就嘗嘗這道 普寧豆醬雞 我還知道它是用新鮮酒地雞 對,吃下去就是淡淡肉 而且這道菜式 你看到它是用這個鍋上 是多一點醬汁的 這道菜式也配合了傳統 在全酒菜中 有很多菜式是叫做湯菜 即是較為醬汁 我們先吃一下 他們用了普寧特產的豆醬 很香 對,醬汁 在潮州菜式中 是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們有普寧醬汁 最後吃了這個甜品,反沙芋 聽別人說很難煮 其實有多難煮 其實反沙芋頭不是那麼難煮 當然一定要用芋頭的芋芋 因為它夠嫩 而第二件事真的要花很多時間 你基本上把糖不斷炒 而且一定要用一個圓鑊 把所有糖都溶掉 然後關火後 把芋頭不斷炒 炒至蒸體 反沙的就是糖嗎 對,因為如果火溫太高或太低 就做不到這個效果 就會變成像西方… 如果這樣變成拔絲 拔絲那種 這個就是曉綿之處 假如糖很脆 但它多了一個口感 就是沙沙的 真的有反沙的口感 這就是它的特別之處 今天吃了這麼多東西 夠不夠吃嗎 當然不夠 不夠 你知道我不會飽 我還有東西會剩給你吃 就是等你這句 John Sir,其實我很喜歡吃那種 有一個粒粒粒的東西 有一種東西很適合你吃 它跟蝦糟很相似 其實在澳門也可以吃 我知道,馬駕丟球 不過是馬駕丟炸魚 那就是馬駕丟炸魚 好 其實是甚麼 白駕丟 白駕丟是泡文 等於是鹹魚 但在歐洲、葡萄牙或意大利 通常會用鱈魚,鱈魚 這隻鱈魚在超市買急凍 融化了之後 然後自己用鹽醃製 醃製兩個小時 自製鹹魚 對,因為傳統不是這樣做 傳統要浸牛奶24小時 然後再浸水,再去軟身才做 不過我覺得太複雜了 很多人正在用我這個方法 醃製了兩個小時後 全倒水,然後隔水蒸它9分鐘 這樣就成為了有鹹味的鱈魚 下一個步驟,麻煩你把它拆開 Leanne,你現在做葡萄色 我要做蝦草色 是,潮色的 我記得 蝦是會做蝦膠的 但我還是改了一點 你看到嗎?我有兩種蝦 兩種是蝦仁,在街市一盤 這些是急凍的蝦仁 我會用這種蝦膠 反過來,我純粹會切粒的 所以你要選擇兩種不同的蝦 對,蝦要做得比較爽 首先要做蝦 那晚加少許生粉 好 這樣就去捉蝦 是否像我現在在捉魚一樣 對,你那種叫賊魚 好… 洗乾淨的手,然後用蝦擦蝦 好 英文叫rub 吃下去,除了蝦膠 除了蝦膠之餘,會有爽口的感覺 很多時候中式師傅 例如我們做蝦膠 都是一個不可以刮缺的環節 擦成怎樣 夠不夠細嗎?正常的感覺 夠了,非常好 好,擦完之後就要準備做蝦膠 那我先拿一些東西 對 好,第一件事就是要先拍一拍 拍,看 馬上扁了 扁了 拍完之後,用刀背 是,可以 像刀肉餅一樣 對 記住,不要有時候加調味 否則會有機會去煤 還有有機會出水 明白,而且我這個魚也擦得七八八 我想問銀雪魚和雪魚有甚麼分別 英文叫蝦蝦,是大海、深海魚 所以通常你看到 大西洋的蝦蝦蝦 是大西洋的蝦蝦 雲蝦蝦較為削 會更多油 所以做不到今天的效果 好,接著我準備好東西了 我加進去 第一,洋蔥 洋蔥切得很碎 然後就是薯仔 薯仔也是幫你把所有材料黏在一起 是,因為它們有點黏力 對,我建議大家用半個至一個 薯仔煮完後就立刻趁熱 只要壓下去 好 Draw Sir,怎樣?可以嗎?擦得如何 可以了,可以了 我先把它拌一拌 這個時候就可以把魚露加進去 加進去 大約約400克左右 蝦膠 加進去 我需要拌勻嗎 待會就要拌勻 然後… 蛋黃 只是蛋黃而已,對嗎 黃的顏色很漂亮 對 看看你買甚麼蛋 例如有時候蛋較為黃 好,拌勻 加進去,我還有一些蔥 我會喜歡用法國的蔥 我想問,跟平時的蔥有甚麼不同 這些的味道不太濃郁 味道太長 如果用底部 其實它有機會會出水 因為待會我還要炸 如果炸後,油浴水就不太好 而且我看到它比較幼心 放進去後很漂亮 對 放進去後… 接著我會加少許日本麵包糠 為甚麼是日本麵包糠 不可以用普通麵包糠嗎 日本麵包糠 第一,麵包糠的作用是令它乾身 因為待會要炸 而且如果我放普通的麵包糠 較為小一點 很快就會焦掉 但日本麵包糠相對來說 不太容易焦掉 第二,就是口感問題 因為你看到,很大 好,已經差不多可以了 但還未完結 它裡面還有很鬆 我們在逃手做不到效果 出動了一個廚房白寶 就是手機攪拌 好,拿好叉子 你幫我 我做完幾下,你幫我炒上它 好 你看到嗎?它已經開始鬆了 對 這就是我們要做到的效果 有一點像我們平時吃的樣子 對 馬駕要求的樣子 對 因為魚做不到膠狀 但蝦是可以做到的 好了,看看它的黏性如何 如果真的很濕 就再加一點麵包糠 好了,還未完結 我還要再做一些東西 想給口感 這些很簡單 平時我們超市的雪藏蝦 好,不需要特別滑幾個小時 拿出來解凍 用在冰箱裡拿出來浸水 一定要印乾水 好 就可以做出來彈牙 明白 這些只是切粒 吃的時候,炸起來… 有不同的口感 我需要幫你拌勻嗎 好,你幫我拌勻吧 好 很簡單 看你自己想吃多大粒 但我建議你不太探心 我只是插一個球 只是一個鍋子,有一點音力 這樣吧,鍋子已經炸好了 是嗎?完成 好 不如我們每人做三粒吧 好,很方便 如果我們做傳統的馬駕油球 我們就會做到一粒… 籃球 對 籃球的樣子 對,像一般形狀 做完之後 我感覺到它還有一點濕氣 是嗎 放在冰箱裡 冰一下,幫它定型 抽光 對,讓它變定型 就可以了 好,Lian在冰箱裡冷藏了一會 我建議用米糠油 因為米糠油炸出來 沒有那麼大的味道 沒有煙點,較為高一點 在家裡沒有攤筷 我每次都是兩至三粒為止 怎樣測試也很簡單 用木筷子捉下去 看到它的薄薄嗎 看到了 對,即是油溫已經準備好了 好 我們一次過放三粒 如果怕它散開 可以壓緊一點 炸多久 炸至金黃色就可以了 很漂亮 其實現在還未完全是金黃色 但微黃色也很好 對 已經很漂亮,很好看 我覺得很漂亮,對嗎 剛才你們加了法國的小蔥 真的有用 它的樣子比較漂亮 對 色彩一點 要保留油溫不要太高 因為蔥始終切得這麼小 容易焦 容易焦 而且炸東西有一個小門 通常第一輪炸的東西 炸到金黃色 這樣已經可以了 我看你不斷拿上來放進去… 對 是否這個巧妙就是這裡 媽媽教我 眼前很厲害 因為你一次過放進去 其實有機會 它外面已經是金黃色 裡面還未可以 好了,已經… 很漂亮,能夠成熟嗎 對 然後炸到金黃色 通常第一層就未必那麼漂亮 但已經很漂亮 但會越炸越好 好,Leanne,又完成了 很漂亮,而且很香 其實也炸得很香 我覺得有點像鯪魚球 是嗎 我也很喜歡吃 接著我們先讓它放涼 否則真的會熱氣,是嗎 好 但我今天會做出一個尖醬 這個很方便 就叫John Sir混醬 好,這個名字改得很好 我喜歡 其實是怎樣混醬 很簡單 你看你雪櫃有甚麼 雪櫃有… 有茄醬 茄汁 有泰式的… 酸辣醬 對 還有少許檸檬汁 把三樣東西拌在一起 你幫我拌 我幫你切檸檬吧 好 這兩種醬我經常吃過 是嗎 你喜歡嗎 完成 好,接著我幫你做 好 親愛你的手,讓我來吧 這些酸的東西 好,謝謝 感覺有點像我們平常吃生蠔 有點像外國人的雞尾酒 對… 好,拌勻一下 好 接著嘗嘗味 其實我很喜歡吃這些醬 好 怎樣了 真的是外國的雞尾酒 那你就可以上這道菜了 好 好 這個就是我自己自創的菜式 日後佐,潮州菜裡的炸蝦酒 還有好國人吃日吃的 馬介休球 兩隻合而為一,很棒 我沒想過原來馬介休和蝦 可以這麼配合 因為它們本身的口感很不同 還有做完後圓圓圓圓 跟我一樣,很可愛 很可愛 好,我要試吃這個圓圓圓圓圓 是,馬介休的豬圓圓 謝謝你,Lianne 外形很可愛,正好 一定要蘸這個 好 讓你做的 當然 我吃到你剛才所說的那種 為何要用兩隻蝦 一隻就用來像蝦膠一樣 一個就是增加它的口感 很彈牙的一顆粒,能咬到 我們平時說有彈牙、膠的魚是做到的 很鬆散 對 我們上次吃過潮州菜 有一個靈感就覺得好 我嘗試把蝦棗放進去的脈 其實兩種都很香 你剛才提到用法國蔥 就是不想搶的味道,是對的 但它依然有很少的蔥味 例如我這樣 除了平時切雞的薑蓉 我會吃蔥之外 其他我都不吃 但這個我能接受到 它有一點點的蔥香 還有這個醬,我很滿意 其實我覺得即使我自己做生蠔 我用你的菜式混合出來 味道是一樣的 對,很百搭,對吧 對 讓你吃米進去,好嗎 對嗎 好,謝謝John Sir 那句話,洗碗不夠 又是我 對 我這樣說,還有聽說的 我們會去吃飯 第一次看 留下,這是什麼酒店的 今天看起來 我們要娛樂 帶五種酒店 反正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一有新片立馬通知你